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聊一下美国的新舰 以及美国的新舰的发射失败 其实美国的新舰的发射失败 懂点的话,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基本上就是必然失败的一个状态 你看它前面就出了什么 阀门什么,接兵啊,冷宁啊,什么的出了问题 它那个为什么能结兵啊 咱们就告诉你讲,这种能结兵一般就是有泄漏 它的里头呢,是那个液氧啊,什么的 零下183度,你这外头呢 只要它出来了,它那个什么嘛 而且它从液氧喷出来的时候呢,体积膨胀 它吸热,就是它肯定就是漏了 你别说它结兵,说的挺好听 然后发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看 开始有几个发动机没着 后来呢,五个,六个,后来又着了一个,还怎么的 反正就是说,多个发动机啊,没有着 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接着你会发现它的新舰分离 又没有分离,它就等于一级火箭,二级火箭 它没有正式的分离,然后呢,爆炸了 然后下边呢,马斯克这个嘴巴是比较会说的 他说只要能飞起来就代表了它们什么什么 因为这很重啊,这么重的,它飞起来了,对吧 飞起来飞了一段时间 飞了一段时间呢,你可以看呢 它那个下边的发射台 它本来都是说要重复使用的 但是你可以看它飞起来的发射台 下边什么,都烂掉了 咱们应该这么讲 马斯克它不是主打着这个火箭都能回收 火箭都能回收,你发射台一次性的吗 你就可以看一下 一般世界各国啊,发射台都是多次使用的 火箭倒是一次性的 对吧,你那个发射台比火箭不便宜 是这样的 发射台的话呢,而且你是在地上坐嘛 你完全可以坐得结实点 很容易呢,就能做成多次使用的 它那个比你飞起来的那个火箭 多次使用容易多了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对吧 然后啊,这样我们要算一下的是什么呢 算一下这个概率 你就想想它32个火箭发动机 它最高的时候呢,6个出问题 你要算一下,这个比例是接近20%的 你接近20%的比例下 我可以跟大家讲,发动机的这个失效 如果里头有5%的失效 你如果是用一个单发去发这火箭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你95%你发火箭都成功 现在大家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接受的啊 95%都成功的 其实真正发卫星你看看这比例嘛 发20次失败一次可以接受 但是你把这32个集合起来 你每个5%,32个一个都不出事的话 那比例是多少呢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比例下降到啊 你按照这个概率连成 你为什么说概率感人呢 什么的,概率连成的时候 他这个比例呢,不到20% 大概19.9%吧 不到20% 是这么一个比例 他不到20%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啊 那就是你发5次,4次都失败 那就是说你要如果这么干呢 就是个彻底的赌徒 而你要如果说啊 按照他这个32个能吸6个 大概呢 30比6就是20%啊 就是说32个弄6个有问题 就大概20%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算一下 他就是说他成功率只有80%的时候 如果他32个的话 前面算了那个成功率5%的时候 最后呢 他能发成只剩下不到20% 你要成功率只有80%的情况下 你弄32个 他所有的都着的时候 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数据啊 这数据为什么洗人呢 十万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大家对这个连成啊 会有多大的影响 可能不算你是不知道的 十万分之一不到 应该是百万分之七八那种概念 就十万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有些时候呢 就是说为什么说 咱做金融的时候 有时候要脑子快 对这个数量级的感觉 要很准确 就大概你这事数是多少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数是多少 数量级大概是多少 就是十万分之一都不到的事 你就可以说这个事 仅存理论上的可能 对吧 你就是说他一个都不坏 所以这事你重看吧 全面95%对吧 你发卫星的成功 你就算有20%的失败 你像他发一个可回收的 发那么几次 有那么几次成功 他都可以说 对吧 他可以做报道 发了两三次成功了 都是可以接受的嘛 你就20%的会失效 但是呢 80%不失效 你发个两三次 里头有个别次的失败 大家看的都挺合理 对吧 发五次失败一次 成功四次 那都挺好的 所以的话呢 集中在这个火箭来发射的时候 苏联也搞过几次 搞过几次呢 都没搞成 搞过几次 类似的都是前苏联了 然后呢 马斯克呢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 人家还有强的地方 人家因为他说了 不一定所有的发动机 都正常工作 他在有发动机 不正常工作的时候 他也能飞 但是当然了 他飞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对吧 他那个马赫数呢 远达不到一个 宇航航天器的速度 跟那个超音速战斗机差不多 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就说 不够这个速度 我也能飞 就相当于什么 你现在那个 你要知道 我们的客机啊 干什么的 有的时候 四台发动机 两三台不转 他也能 维持飞行 不坠毁 但是这个 你有发动机 不转的时候 你这个飞机 肯定就是不够安全 肯定是要有问题的嘛 但人家说了 人家操控性呢 我有个别坏了 不飞 也行 但是我们要仔细看一下 他那个熄火的 马斯克比较倒霉 你可以注意 他熄火的这个发动机啊 他主要偏向一边 偏向一边了以后呢 产生的一个效果是什么 他就很难调整 他要是如果是两边的话 人家说了吧 对面那边关了 或者怎么着的 他相对好调整 都偏向一边 就很难调整 而且偏向一边 你调整这个姿态 很困难的时候 还有一个 你为什么都偏向一边 可能呢 他有一些连锁反应 互相影响 这里头的机制啊 比你想象的也复杂 所以你看了一下这个事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感觉 为什么说这事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航天 这样的一个可靠性的时候 它这个六十年代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 现在呢 五十年前了 差不多 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 上年六七十年代 五十年前的时候 你的可靠性是多少 你这样的可靠性 你能飞这个月球 次次不出问题吗 其中有一次出了点事故 之后人还活着回来了 你看不像英雄似的 所以你这个飞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火箭呢 这个概率啊 我相信在当时的人家的水平 人家老说这个美国 什么技术资料丢了 什么技术这个那个没了 但是你当时的 这些技术水平的话呢 和现代比 应该还是有挺大差距的 尤其是在这些电子操控 以及呢 这种数控加工 这些精度上 当时跟现在没法比 就是现在的话呢 比那先进多了 你看还是这样 所以你当时呢 你要这么干 都能成功 这个概率 我们不说它一定是假的 但是我们总说 它的概率比较喜人 而且呢 我一说它概率比较喜人呢 我就看呢 我的那个微博 微头条啊 什么的 这些自媒体下边呢 又涌现了一些 跟当时平三农一样 熟悉的身影 说你怎么这也懂 那也懂 胡乱说的 什么等等等等 熟悉的身影 又都跳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啊 其实大家也都想一想 这一说起来 这些科技啊 干个什么的 唱帅中国的比较多 粉饰美国的比较多 在有些事呢 在中美问题上的话呢 咱们啊 其实也是应该是 不吹不踩 说点实际的话 而且有些时候 在科学上的时候呢 有些事的话呢 是该讲概率的 你看这概率算一算 因为它把科学的东西 变成技术的东西 变成工程的东西 尤其变成工程的东西 要讲概率 你的可靠性 概率是什么 把概率算一算的时候 各种感人的东西 就出来了嘛 我们说它概率感人 还有人在那儿 说点事 说点那的 像这事啊 在他们说这些事 我就能理解了 其实这个现在呢 特斯拉这件事 嘴炮还是很厉害的 尤其这个马斯克的嘴炮 是有水平的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